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糧食网络 从千甲里到千甲地 那个杂草在哪边 就是在大家的后面这边 昨天都搁起来杂草 那到时候我们要收集起来 直接把杂草放在最顶层 压着 然后这只压就是 完全的把它压住 不要留那个让风可以吹的地方 这块土地上种植出来的东西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就是 农药绝对验不出来 因为根本没有用过 我们不诉求哪一种农房 而是我们希望这块土地可以可持续 健康的环境可以可持续 这个是树树 这个是树树 没有人做月子 那我妈妈的月子就是吃树树 都市原住民其实它可以做比板模 铁工更有价值的事情 他们可以透过他们本事 去成为都会 非常重要健康粮食的一个生产者 他们可以用一个很漂亮的农场 然后很开怀的心胸 还有很温暖的友谊 去让都市的朋友可以跟他们接近 我要变成千甲地 是一千个自己独立的农场 以家庭为单位 那当然一千个是夸张的说法 我是希望将来从这边复制出来农场 它不隶属任何人 它是独立自主的 去年冬天 我有大概两排 快三百棵的高丽菜 根本就都没有长 就永远就长了小小棵 后来就变成高丽菜芽 就把它采收掉了 然后死掉的东西非常多 我们曾经两次 从今年一月到现在 我们曾经两次 我们直接写信 告诉我们支持的朋友说 对不起这个礼拜 我们没有菜吃配送出来 然后他们没有complain 一块土地 你好好对待它 丰收是必然的结果 你好好的去种植 你好好的照顾环境 你投入的肥料 如何可以自己掌握 甚至自己制作 然后很多的知识的运用 基本上是可以降低很多成本 很多时候 种菜当你看到第一批 生产出来的时候 那是最有趣的 你菜种下去大概能做的事情 大概只有浇水 浇肥料 但是即便你是浇肥料 你也不晓得到底有没有用 所以当它确定它长出来了 然后可以采收 那个时间点 是让人家最高兴的事 我倒是有一个蛮深刻的感受 以前我吃高丽菜 外边买高丽菜拿来就吃 那当自己田里边种出高丽菜的时候 吃自己的就觉得外头 就很明显的感觉外头不好吃 其实问我在做什么 我只是在找过去记忆中的东西而已 2104 2104 1104 1104 2104 2104 2104 4104 1104 3105 3105 1124